得知向柳生死 小妖便一个人躲了起来 吩咐苗圃谁也不许来寻 父王和枪炫有事 直接让他们去找屠山景 若是梦里无你 我要这梦何用 小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向柳生死 她总是做着海底的梦 梦见一人在漆黑的海底 她在梦里换着向柳的名字 想遍各种办法 却也总是寻不到她 当初对她说狠话 说害怕她入梦 如今 她是走得有多决绝 死后竟也是不肯入梦 屠山景虽名义上陪着她 却并未与她待在一处 白帝和枪炫命人 打着送礼的旗号 来了好几次 都没能见到小妖 世人以为屠山家的公子 在和西陵大小节出海游 殊不知 这二人半月来 一面也未曾见过 屠山景当年自怨自艾 损耗过度 如今只有不到百年的寿命 她需要尽快地培养出一位接班人 在她百年后 接管屠山市 所以 现如今也并不清闲 三日前 枪炫派入收来给小妖送礼 并下旨吩咐众人 只有西陵小姐亲自签收 使团方可返回 那是小妖躲起来的第21天 只见一只大鸟 趁着天降亮未亮 闯进了海岛 一阵盘旋后 发出数声哀鸣 惊动了岛内半数的飞行 陆收最先发现她闯岛 考虑到小妖还在林子里 便下令搜山捉鸟 保护大王鸡的安全 只见那大鸟盘旋半日 却并未落下 也没有伤人的意思 只是不停地朝空中哀鸣 似是在寻人 入收打着捉鸟的旗号 让手下在林中寻了半日 就差将林子翻了个遍 黄天不负有心人 赏武 小妖中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此时 白帝也派人来了 小妖现身的时候 使团都在 小妖见他们动静如此之大 自然猜到了她那位好哥哥 下了怎样的旨意 她终究是心软 陷了身 想着让他们捎上几句话 以便回去交差 入收见大王鸡献身 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 小妖见她低着头 并未理会 只是吩咐人将一众礼物收下 整顿好后 由屠山井做代表 送众人出岛 小妖的别愿见在海边的高地 愿前朝下望去 便能看见大海 傍晚 使团陆陆续续地登船 屠山井和手下都去海边送使团了 独留苗仆陪着小妖 他们二人一前一后 站在别院前庭吹着海风 小妖看着底下忙碌的使团 一言不发 苗仆看着王鸡消瘦的背影 那个曾经活泼的王鸡 好似在这半月里失去了生气 只剩一副骨头撑着 王鸡正直芳华 渴望向她的眼神却爬满风霜 像是海中升起的大雾 罩住了曾经的明媚 望不见一丝波澜 众人忙碌着 小妖便站在那里 看众人忙碌着 海浪拍打着远处的礁石 苗仆静静地站在那里 月光打在王鸡的脸上 苗仆鼻子一酸 明明涂山家的公子 一直陪伴在侧 可她还是能够感觉到 王鸡并不开心 王鸡一个人站在月亮底下 让她不禁想到穷穷竭力 行影香吊傍晚 潮水涨了起来 一轮圆月 渐渐从海平面升起 今日是十五 月圆之夜 小妖看着海浪拍打着远处的礁石 一时竟有些出神 众人各自忙碌着 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 只见月光下一道黑影闪过 一只白毛怪从空中俯冲而下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那大鸟便闲着一把匕首 往小妖心口狠狠地刺了一刀 小妖心口扎着一把匕首 鲜血鼓鼓直流 瞬间净失了的礼仪 苗仆一阵冲上前 半跪着扶住小妖 路收虽第一时间察觉黑影 却因为隔得太远 终是晚了一步 众人迅速将小妖扶回卧房 退去外衣 慌乱间 一个扶桑木座的大肚娃 应声滚落 那娃娃圆鼓鼓的肚子 一片心红 上面沾满了小妖的心头血 众人都在忧心小妖的伤势 故而并没有人注意到 那个滚落的娃娃 索性只是一只一把普通的匕首 并没有脆毒 很快血便止住了 小妖是神族 普通匕首对她来说只是皮肉伤 除了扎的那下有些疼 并没有其他不适 而由于那白毛怪动作极快 在扎进胸口的那一瞬间 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 带到反应过来 甚至有种活过来的欣喜 半月的麻木 终于是在疼痛到达的一瞬间 赋予了她整个人一丝生气 她感受到了疼痛 感受到了自己还活着 入收命人活捉了那只鸟 按照枪炫的个性 所有伤害她妹妹的 当场射杀 都是便宜了她 入收深知这位主君的星星 令人务必活捉 等候亡机发落 那鸟并没有逃的意思 见人来了便将脑袋藏在翅膀底下 滚成了一团雪球 被人用捆线锁拴着 带到了小妖面前 苗仆忧心着王姬 一直守在小妖身侧 只见小妖见到那白毛怪 眼里竟泛起了一丝泪光毛球 怎么是你 片刻又见王姬到 入收将她放了王姬 可入收见小妖换她 心下一喜 以为是自己救驾 及时被王姬原谅了 没曾想笑容还未咧到嘴边 才发觉王姬换她 竟是让她将费了半天力气 才抓住的罪魁祸首给放了 真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未等入收回神 小妖开口又提高声调 说了一句听不见我说话吗 入收抬头 正好撞上了王姬的眼神 那眼神充斥着寒意 烛火下半明半暗的毛子里 似乎藏着一股杀气 纵使是身经百战的入收 在与她目光相对的那一瞬间 也不寒而栗 入收回过神 随即便朝手下吼道 你们是聋了吗 还不听王姬的 将她放了 猫球 你走吧 小妖撇过头去 似是没有勇气看她 仿佛再看上一眼 便会比匕首穿心 更让她心碎 画壁 只见那团雪球顿时画形 头也不回地飞离了海岛 若是父王和枪炫问起 你们便说我只是在逗鸟的时候被灼伤了 那鸟已经被我当即射杀 是入收不敢多言 她只知道赵王姬的吩咐 就算枪炫计较起来 也不会拿她怎样 你回去交差吧 入收朝小妖行了陈礼 便从屋内退出 刚巧碰上在门口候着的涂山景 涂山景在门外候着 出事时她正在清点礼担 等她得知小妖遇刺匆匆赶到时 屋里已被人为的水泄不通 屋内人也并没有想要让她进去的意思 她便只能候在门外 入收剑图山景站在门口 向她微微汗手致意 趁着夜色 启程回去向枪炫复命 屋内 苗仆和一众侍女陪着小妖 只见小妖突然开始摸索礼衣 似是在找什么东西我的娃娃 小妖摸了摸胸口 发现大肚娃娃不见了 欲起身寻找 苗仆最先发现地上的娃娃 三步并坐两步跑去捡起 将娃娃递给小妖 那娃娃刚刚还满是血迹 现下去光亮如星 未等苗仆缓过神 小妖一把将那娃娃捧起 放在胸前 轻轻地说道不知为何 有她在身边 我才觉得心安 苗仆你们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 苗仆本想说 屠山公子还在屋外候着 可看着自家王姬落寞的样子 终是画到嘴边 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领着众人一起退至屋外 迎面遇上屠山景 屠山公子 王姬想一个人静静 吩咐我们不要打扰 您还是 请回吧 苗仆向后在屋外的屠山景 欠了欠身 抬眼谢客 屠山景见苗仆此状 心下了然 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一日 小妖起身 换了苗仆 只见小妖伴靠在榻上 低某把玩着手里的大肚娃娃 说道苗仆 去帮我叫屠山公子过来 苗仆去请屠山景 只见屠山景听到王姬换她的消息 手中的茶杯都没有拿稳 静止起身 一瘸一拐地向小妖房里奔去 苗仆看着她急行的背影 一阵唏嘘 屠山景似是一夜未眠 她的两病本就不满银丝 一晚过去更是显得苍老 苗仆追上前 领着她进了小妖的卧房 小妖见屠山景来了 并未抬眼看她 依旧把玩着手中的娃娃 小妖 屠山景忠实忍不住掀开了口 只见小妖把玩的手停了下来 抬眸看着床尾的竹台 静静地说道 夜时期 你还记得当年你说过的话吗 小妖 屠山景不知道 小妖所指的到底是哪句话 她这一生 向小妖承诺的太多了 回想那么多承诺 竟是一条也未能完成 心下更加懊悔 你说过 你只当夜时期 做我的奴仆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见小妖愿意开口说话 屠山景近乎讨好事地硬着 小妖见她答得迅速 轻笑了一声 终是转头看向屠山景 继续说到如今 整个大荒都知道 西陵九瑶已与屠山族长成婚 既然如此 便就这样吧 也算是断了其他人的念想 对外 我和你成婚归影 你选个孩子认我做娘 在你百年后 继承你屠山式的祖业 当然 你要培养你的侄子 我也没话说 你的孩子 我都会认下 这点你大可放心 小妖 屠山景以为小妖在说气话 上前一步想去握她的手 结果不出意外地 被小妖躲开了 小妖似是有些怒意地继续说着 丝毫没有给屠山景辩驳的机会 你让我把话说完 屠山景见她还是如此排斥 便向后退回原地 静静地站着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可很明显小妖此刻并不吃这套 我害怕孤单 怕寻不到长久的香衣 你说过要做我的奴仆 处理好屠山家的事 便随我去清水镇 我做回我的文小六 你做回夜时期 你的寿数如今不过百年 我会陪你到寿终正寝 也算是今生完成一个对我的承诺吧 还未等屠山景开口 小妖便示意描迫过来扶她起身 只见小妖将大肚娃揣在怀里 静止路过屠山景 朝屋外走去 吩咐下去 即刻动身 我要回一趟五神山 夜时期 我在清水镇等你 那人生越来越远 最后消散 听后人回忆 西陵大小节 在和屠山公子出游时 被一只大毛怪灼伤 不久后便没了消息 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